被废除掉了 取而代之的是肢解手术 一旦有人作案被抓 就要切掉犯人身体的一部分作为惩罚 而惩罚力度全权交给受害者家属决定 直到家属满意 手术才会停止 维利是一个强奸犯 他以极其残忍的手段 强奸并害死了一名少女 当他得知自己即将被肢解的时候 内心崩溃至极 他在监狱里大声的咒骂 甚至垂墙痛哭 说自己宁愿被处死 也不愿意被折磨 但如今一切都太晚了 很快 维利被推上了手术台 受害者的父亲带着两个女儿 站在手术室外围观 父亲的眼神无比坚定 看得出来 他对罪犯是深恶痛绝 他拿起电话 没有丝毫犹豫地说了一声 开始 手术即将开始 医生拿起泛着寒光的手术刀 这刀片割裂的声音 就像柴指刀吱吱作响 小女儿面对如此血腥的场面 感到有些不适 这一次手术 让威利失去了左手 不久之后 他被带到各个学校 作为反面教材 给学生们进行警示教育 但很明显 他还不思悔改 一副桀骜不逊的模样 孩子们被吓得不敢说话 很快 威利迎来了第二次手术 受害者要求 切除掉他的右手和左腿 这次小女儿没来 当电锯声响起的时候 大女儿不忍直视 也默默地离开了 手术之后 威利的身体十分虚弱 等恢复之后 他再次被带到一所高校 现在的他 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暴力 冲着面旁的是 数不尽的忏悔 对面的一个坏男孩 不以为然 还发来挑衅 威利看着这些孩子 心里很不适滋味 而他也即将迎来第三次手术 你绝对不敢相信 在未来世界 截肢代替了死刑 你认同这种惩罚手段吗 经过两次截肢之后 强奸犯威利彻底后悔 在镜头面前 他仿佛像个受害者 第三次手术如期举行 威利的眼中充满了恐惧 监督员告诉他 上级对于他的表现十分满意 本以为这次手术会被叫停 但受害者父亲还是喊了开始 这次手术过后 威利失去了四肢 他彻底的成为了一个废人 生活无法自领 他很绝望 开始怀疑人生 但即便是这样 第四次手术还是如愉而至 这时受害者父亲的脸上 已经没有了仇恨 但他还是无法为死去的女儿 去原谅恶徒 父亲再次拿起电话 医生令下 医生表示同情 但也没有丝毫办法 因为法律规定如此 这次 威利被切除了一个肾和一夜肺 他已经彻底的虚脱 现在只能靠打营养液来维持生存 而活着的意义 也只是为了等待下一次手术的到来 他甚至还被要求观看自己的节肢录像 威利苦笑着问护士 里面截掉的是左腿还是右腿 随着威利事件在媒体上的不断发酵 不少群众开始同情囚犯 表示他已经受到惩罚 劝受害者父亲停止复仇 可父亲却坚持要开始第五次手术 这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刑法 用截肢手术代替死刑 威利已经做了第四次截肢手术 而第五次截肢手术也马上就到来了 威利苦苦哀求医生不要开始 因为这次他要失去自己的命根子 但医生只能听从家属的指令 手术过后 威利醒了过来 从那之后 他没有流过一滴泪 也没有再说过一句话 甚至没有了任何可以察觉的情绪 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家属还是安排了第六次手术 这次手术 切除了威利的耳朵 鼻子以及舌头 并用激光去除了他全身的毛发 威利成了一具会呼吸的尸体 此时 受害者的父亲面容憔悴 他无法再继续观看手术的过程 瞥了一眼就匆忙离开了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对威利的惩罚 也变成了对自己的惩罚 因为当初那个杀害女儿的囚犯 其实早就已经死了 而现在躺在这里的 只是他作为人的躯体罢了 五年过后 威利还活着 他被关到了角落的一间病房里 他将用一生的时间 去为自己犯下的错误忏悔 这部短片内容比较重口 试图以暴力的形式来制服罪犯 但这种方式真的奏效吗 泯灭人性的惩罚方式 会不会点燃新的犯罪火种呢 在评论区说出你的想法 这里是悟空闹电影